大家好 歡迎來到弱電不斷電 之前有跟大家分享 如何DIY我們CAT5的網路線 那雖然一般住家 我們使用CAT5的網路線就已經足夠了 但是許多公司有架設NAS 或者是有架設網路攝影機 甚至他們在區網內有 大量傳輸檔案的需求 那我們當然就會建議您使用CAT6的網路線 那這次要跟大家分享 如何DIY製作CAT6網路線 以及CAT5跟CAT6網路線的差異性 甚至要如何去選擇這兩種網路線的部分 現在各位看到的這些是我們待會要製作CAT6網路線所需要用到的工具跟材料 其實跟我們製作CAT51網路線的工具材料其實都大同小異 只有三個部分不一樣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水晶頭 我們要用的是CAT6穿透式的水晶頭 再來就是我們的網路夾 我們要用的是CAT6穿透式水晶頭專用的網路夾 再來就是我們的網路線 從CAT51我們要換成我們CAT6的網路線 那就讓我們進入我們網路線的實作部分 我們製作網路線的時候首先第一個要記得把我們的保護套先塞進來 用撥線鉗進去之後 大概卡在第二個格 第二個格的部分 然後我們轉一圈 轉一圈之後我們 就可以把這個皮給撥掉 撥掉之後我們看到有一條棉線的部分 棉線的部分呢 我們就用我們的斜口鉗 OK 斜口鉗直接把它剪掉 剪掉之後呢 我們把這四對網路線往外撥 往外撥之後各位可以看到它多了一個 十字的一個 隔離的塑膠的部分 這部分一樣我們用斜口鉗把剪斷 剪斷之後 我們就可以 看到有四對芯的部分 接下來我們就做順線的動作 我們將網路線裡面的八芯 OK 的線都順好之後 那按照順序由左到右 白層層 白綠藍 白藍綠 白中中 長度可能大概 1.5到2公分左右 剪斷 拿起我們的 CAT6穿透式的水晶頭 水晶頭的話 一樣有卡榫的部分朝下 OK 那把網路線這八芯把它穿進來 那穿進去之後往上推 我們看到八芯的線會從上面跑出來 那我們再繼續推 這個部分建議要推到底 推到底 推到底之後我們再對一下 顏色的部分是不是都正確 打一下之後呢 那我們這網路線就可以直接拿出來 最後再將這個保護套往前推 推到我們網路頭這邊 OK 那這個方向要對好 卡榫要對上這個圓圈圈 OK 往前推 OK 推緊之後 這樣我們的網路線就完成了 我們一般常見的CAT51網路線跟CAT6網路線 到底差異在哪邊呢 我們有整理出有三個比較大的重點 第一個是CAT6的 網路線它的粗度 是比CAT51網路線來的粗 那第二個重點就是價格的部分 也就是CAT6的網路線 它價格 大概是 CAT51網路線的價格的2到3倍 那再來就是各位最關心的 也就是說它兩者的傳輸速度 如果我們用的是CAT51網路線 它的傳輸速度可以到1G 1G 那如果說今天我們用的是CAT6的網路線 那它的 距離30到40米內 它最高的網路速度可以到達10G 可以到達10G 可是如果說你要達到10G的網路線 第一個 你的電腦網卡必須要支援10G的網卡 第二個你要搭配支援10G的Switch的部分 這樣才能達到10G的網路速度 那待會我們會實測 用電腦 去測試1G以及10G 它的一個檔案傳輸速度的效果 給各位 跟各位一起分享 我們使用CAT51的網路線 在一個網路環境為 速度為1G的 網路環境底下 我們實際去測試它的檔案 傳輸速度能夠到多快的速度 那我們現在確認一下 我們可以看到它平均起來的速度 大概跑大概在100Mbps左右 其實這個速度算蠻快的 但是如果跟 10G的網路速度比 當然還是有落差 我們使用支援10G的網路卡 再搭配上支援10G的Switch 以及我們的CAT6的網路線 下去創造一個 支援10G的一個 網路速度的網路環境 我們現在要實際測試它 傳輸的速度能夠來到多少 我們可以看到它 平均速度大概都跑到300多的網路速度 這樣測試起來其實速度算蠻快的 那我們針對今天的影片做一個重點整理 製作網路線先要 製入保護套 接著用撥線器撥平 再將多餘的棉線去除 還要去除十字隔離塑膠 再順線並且排列順序 以及將多餘的線剪掉 再套入水晶頭 用網路夾夾金水晶頭 接著將保護套推回 這樣網路線就製作完成 CAT51跟CAT6的主要差異在於 線材孔徑 價格 以及它的傳輸速度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CAT6網路線的製作方式 以及CAT51 跟CAT6 網路線的差異 希望影片對您是有幫助的 那當然有許多人 可能家裡不方便拉線 只能使用WiFi的無線網路 或者是一開始安裝的網路業者 所提供的WiFi距離根本就不夠 那當然我們就需要自己去安裝 新的一台無線的網路分享器 我們下一集 就會跟大家一起分享 如何自己 安裝跟設定 無線網路分享器的部分 如果各位觀眾朋友 對我們頻道的影片內容有興趣 歡迎在我們影片下方幫我們按個讚 同時也請您訂閱分享我們的頻道 也別忘記要幫我們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